图层混合模式应用,我们再来开起来吧,档案 开启旧档 把这个 这是档案总管哦,从这里看的话,把这两张图开起来 03A跟03B 我们想把这两张图合在一起 这个 跟这个,放进来 那这个图呢 落款在这里 这是个矩形的,所以用什么 矩形选举工具 我只要这局部就好了,全部选位不要,也不会怎样啦 去做这里,Ctrl C复制 对不对 就复制这个区块位置 回到这个B的地方 A的地方,Ctrl V贴上 那看起来不协调嘛 要把它做去备 站向处理去备本来就一些很难的事情,Ctrl加 可是呢,有时候不一定要去备呀 我只要让什么 亮的地方不见 暗的地方保留着就好了 那在这里,我们前面学过 这里,正常就是这样 你可以换绒碱 没有什么感觉呢,没关系 请按方向键去移动它 这可以调 看,变暗的 就留下来了 连区别都不用 我只要暗的地方出来 那这是图层混合模式,你可以试试看一下 像这个来,我们刚选暗的地方,可是呢 印章不见了 所以也许这地方保留什么 色彩真值 老师,这个什么不一样 这些有些技术面我们就不敢那么多,反正 结论是什么,你就去点点看 你觉得你要的是哪一个,就把它留下来 这听完也是,基本上听完可能也会有点忘记 我们建议你,这是亮的地方出来哦 如果亮的地方出来,变怎样 那就变这样 有看见吗 绿色 这个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就选了 选变暗的地方出来,可是印章的地方不见了 所以把它保留什么,色彩真值 那这边随时可以调位置 那图形在结的地方就会比较有点弹性 这个 好 好 好 完成了